这发色 这打扮 甚至连头上戴的那两个小甜筒 不能说一模一样 它就是一模一样 而这部作品其实是几年前远藤达载的一部短篇漫画 属实是我抄我自己了 但是在作者访谈中主持人谈到 未来的安妮亚会不会是长这个样子时 远藤回答了 No 掐断了咱们的这个想法 但是我仿佛又听到了她的心里话 靠我抄我自己 难道还有规定我只能抄一部吗 难道安妮亚长大就不能长成更加可爱的这样 上期节目中咱们提到 《间谍过家家》是融合了作者远藤达载之前的三部短篇作品 准确的说 应该还外加一部她曾经的连载作品 Tistar 讲述的是一名少女杀手的故事 对 没错 职业女杀手 就是《间谍过家家》里约尔小姐的真实身份 而三个短篇分别是 第一部 《炼狱的阿谢》 刚刚提到的和安妮亚几乎一样的外表打扮 这个咱就不多说了 第二部 《雨时薄红 雨铁欣猩》 说的是女孩米夏拥有让人动物植物石化的能力 之后 她和一位军人大叔以及一名妓女 三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 组成了一个疑似一家三口的关系 嗯 这个事情也不言自明 第三部 《埃斯派》 这个男主是不是很像现在的男主洛伊德 他们不光摔得很像 职业也一样 都是间谍 这位是埃斯派中的女主 你看她那期间的发型 萌萌的大眼睛 还有天然呆的张的嘴巴 感觉下一秒就会说出 Fuck fuck 至于像谁 你说的算 这还没完 刚才提到炼狱的阿歇的女主的名字 阿歇 《雨时薄红 雨铁欣猩》中女主的名字 咪一下 把这两位女主的名字组合一下 于是就有了 阿歇 访谈中作者远藤达哉表示 阿歇 瞎 她没有娘可爱 于是最后就有了 阿娘这个名字 这就是阿娘名字的由来 总而言之 阿娘的角色设计 算是完美的结合了那三部作品的女主 炼狱的阿歇 女主的发色服饰小甜筒 《雨时薄红 雨铁欣猩》女主的娇小身材和脸蛋 Ispine女主的长相和发型 所以说 学好数学很重要 灵感也可以是排列组合之后的答案 不要嫌手中的排小 说不定就能凑出一副通话顺呢 我导ük 还没還有 后再比如说